哇 投資長的新唐是賣在歷史高點附近 這個真的是退場的太漂亮了 謝謝投資長 謝謝 那我們今天綠能股表現也很不錯 等一下可以帶大家來看喔 但是我們今天標題 欸 台股成交量量縮至今年新低 怎麼聽起來有點可怕 投資長怎麼看呢 第二季的亮點 就會因為這些成交量萎縮而暴增的股票 是 而有所不同 成交量為什麼會暴增呢 嗯 為什麼 這個疫情好像有點關機 為什麼 難道是疫情概念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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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原因 又有怎樣的爆量的一些概念股 會重新的爆發呢 所有的標股介紹 通通在我們今天農曜華爾街 你想掌握第二季的標股 一定要看今天的節目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 今天是3月31日 台股開盤17754點 中場收在17693點 跌47點 俄羅斯現在改口稱 俄烏談判是未見突破性的進展 再加上市場投資人是獲利了結 那美股科技股 晶片股重挫 美股四大指數收黑 那台股大盤在平盤附近小幅收黑 上規指數則是挑戰賬回半年限失敗 後續盤式解析我們交給 經濟日報選鼓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Fly 他在給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角度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哇 投資長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唐的走勢 真的是很妙欸 很妙 他結束了6天突破歷史新高的這個紀錄 今天就沒有囉 在投資長說賣掉之後 就沒有再創歷史新高了 今天也漲不太起來 來你說繼續說 那我們在想 是不是這跟台勝科的走勢是一樣的 投資長出掉之後的隔天 大家還有機會可以賣在相對高點 之後這個漲勢是不是就結束了呢 你這樣說的話 好像是說準備明天要大跌了 有沒有可能 這不是不可能好不好 哲哲鈴壓太重好不好 音量太強 不換會掉在地上 那我要講是說其實不只這些股票 其實像今天德偉有沒有 現在股票這樣子 這個逢高你不要去追 對 今天德偉沒有很開高走低 哇殺到去怎麼辦 這個也不要緊張 現在股票這樣子 所以絕對不要追高 這就是為什麼我源泰我有買了 可是我不敢去追高的原因 你看今天追高就麻煩了 除非你成本是買很低的 那因為我每天都有新會加入 所以我就不敢再追加碼 這個原因 現在股票 其實今年就是個大區間整理平台 是 2萬 我就看2萬 那你叫我再多一點 我現在目前為止不敢奢想 我就想成實在 那可是目標2萬他是有機會達到的 而且蠻高機率的 我要講清楚 所以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到投資產是來自未來 做很多事情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這大盤 大盤今天成交量是萎縮對不對 對 大盤成交是萎縮 萎縮到什麼 什麼時候來的新低 今年 12月25號也來的新低 可是那時候是聖誕節 聖誕節大家眾所見都知道新低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說扣掉12月25號的話 來看一下 如果扣掉12月25號這幾天對不對 你會發現到 如果扣掉12月聖誕節這幾天 可能是一年半來的新低 是 台股成交量萎縮得好嚴重喔 好嚴重怎麼辦 其實券商的服務人員 營業員或券商經營人 還有就是說分析師 最怕是沒有量 是 最怕是沒有量 沒有量就沒有點閱率 像我那時候點閱率的動輒都十幾萬 是 現在喔 瞧瞧瞧 我跟你講喔 大概就差不多兩三萬 三萬 也差很多 那還是很高 還是全台灣數一數二高的啦 對啊 只是說跟以前差很多啦 我就講實在話啦 那這個怎麼去看這個行情 我覺得就是量縮 那量縮只有一個方式 拉成交量 拉起來 第一個 要怎麼做 兩種啦 一個是俄乌戰爭 俄乌戰爭其實如果他 俄乌戰爭如果說確定的 有線上一個和談 是 在4月1號 我希望不是愚人節的笑話 對 說哇 那個成功了 其實 談議成功了 不是不可能的 有可能的 我說愚人節說不定可以surprise 那談判成功了以後 欸 發現到 欸 還不錯 那這個就會怎樣 可能對俄羅斯的制裁比較少一點 是 對俄羅斯制裁如果比較少一點的話 那通膨就會下滑了 那股市就有利於展一波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你清楚喔 我一直講過 如果當協議談成的時候 當 那個普丁跟烏克蘭總統願意見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怎麼樣 那個時候就會噴出去 可是那個時候噴出去 是利多噴出去喔 可是如果那時候台灣已經 台灣股市已經漲上一萬八 那就是利多出境了 他就反而會下來喔 是 不同時間點做不同的事情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除此外有成交量萎縮 還有一件事情 你要看一下 還有一個就是說要靠疫情啊 那今天真的87例不能再多了 我覺得是有機會再多 為什麼有機會再多 因為通常是延價效應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政府很好玩喔 每一次都到禮拜六的禮拜天才 給你校正回歸一下 喔 對 是不是 對 那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校正回歸一下什麼意思 有可能他可能到禮拜天的 禮拜六的禮拜天 可以一次爆發出來 是 那會不會到 其實我跟妳講很多人跟我 我不知道肉依是屬於哪一派啦 你是屬於那個解封派 還是屬於清零派 清 呃 如果硬要分的話 一定是希望解封啊 解封嘛對不對 喔 我也是去解封派 那我會跟大家講 你看今天這個新聞也是都寫得很清楚啊 嗯 來齁來 來這個 這個劉德穎董事長直接講的 開放邊境喔 關鍵時候到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什麼 後疫情時代 怎麼樣肉眼念一下 劉德穎怎樣 劉德穎是誰 台積電董事長嘛 來 劉德穎董事長提及 在後疫情時代包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 鄰近國家都已經陸續開放邊境 台灣已經到了要做重要決定的時候 希望政府能用科學資料做決定 開放也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你知道嗎 我前幾天說解封派 下面有人留言 投資長啊你不要害死人 我跟大家講 基本上你沒有高血壓 你沒有糖尿病 你沒有一些什麼遺傳的疾病 對 或基因比較不一樣的 基本上你有打疫苗 基本上你死亡率極低 極低啊 他們有沒有聽懂嗎 嗯 你這些正常人的 正常人的身份 然後有打疫苗 又沒有高血壓 又沒有糖尿病 你的你的死亡 死亡機率喔 比流感還低 我這個可以很確定的事情 那我們台灣也沒有辦法 為那些不打流感 不打 不打疫苗的人 然後你一輩子坐牢嘛 是不是 你就打算坐牢啊 是不是 然後現在你看喔 只要連假喔 1萬元以上的飯店 都空的 都滿的說錯 很痛苦你知道嗎 都滿的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是要開陸續解封的時代 好不好 不打疫苗我們尊重你嘛 可是你不能讓我要坐牢嘛 是跟大家講 你覺得有人罵我說 投資長 你知道害到害死很多人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連劉德英董事長這樣講嗎 他說用科學資料 所以我是用邏輯 科學的驗證基礎什麼 就是邏輯基礎嘛 是 所以我用邏輯告訴你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這個疫情喔 我覺得是勢必會擴散的啦 嗯 一定會 一定會 只是對外還沒想清楚 我希望台灣政府想清楚 因為連劉德英董事長都講的 你就不要說什麼 我是罵政府 或者是支持政府 我是支持政府的 我永遠都支持政府的 是 不論是藍綠 誰當總統 我都是支持政府的 好不好 我這個人是名不與關鬥 這一類的人好不好 名不與關鬥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外國都是這樣做的 那這個疫情來有什麼好處 對股市來講 它成績量會增加 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就股市來講 那也不得不開放啦 因為全世界各國都開放了 你看這邊喔 那時候疫情一來 然後你看到幾億 7800億有沒有看到 對 7800 這看你之後 這邊是5000億的量對不對 對 這邊是7800 等一下 不好意思 7800億的量 你看看一看就哇塞 真的很誇張欸 7800億的量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這個疫情的什麼看到 動輒5000億以上 是 我現在不用太多 到3000億我就很開心了 結果現在來到2270億 天啊 現在是快18000點欸 對 如果現在是9000點的話 那就大概1000億而已啊 是 你懂我意思吧 對啊 所以這量是量能危機啦 是 真的 是量能危機 所以疫情來了 會有一些有錢人 會怕死 一些老年的有錢人怕死 然後他就在家裡會做股票 這時候量就會回來了 所以對股市不是壞事 對人倒是有點危機 對一些醫護人員 我要跟你說一個sory 你比較滿意一點 可是這不是我害你 而是各國都已經在全面開放了 因為這個 如果說這個疫情清零了 可以像薩斯一樣 全世界都不見了 我突然不見了 我做嘛 可是不是 你明年也不會清零 你後年也不會清零 那我們打疫苗打三劑 你是白癡傻瓜嗎 所以我講真的務實 所以連劉德英董事長都講這樣的話 總之不然你就不要吐槽我了 好不好 除非你覺得你比劉德英董事長還厲害 嗯 是不是 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各國都清零的 我只是看比較遠 我第一次一直跟你講這是清零派 我兩年前就跟你講是要共存派的 我一直跟你講啊 你看我節目就知道 所以如果這個疫情爆發 對股市是好的 那對有些人的健康 我只能跟你講 你趕快趁段時間趕快減肥 是 高血壓趕快降低 高血壓的藥要吃 糖尿病的藥要吃 你懂嗎 還有十三架的肺炎鏈球菌你要打 你懂我意思嗎 雖然那個OMO款是比較上呼吸道 不是下呼吸道的 不會淨論到肺部 可是你十三架的肺炎鏈球菌 你把這些都照做了 基本上你沒什麼事 好不好 就像生意場病一樣 我都是很務實 我研究過很多文獻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對股市絕對好事 第二屆之前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股市還是今年不會下來 第一個台灣的本益比還是 亞洲股市跟全世界的股市 名列前茅的 是相對低的 相對低的 所以台灣股市本益比你看 今天其實就國外股市而已 不會那麼討厭減肢啦 可是你看 一講到減肢 對有的一講到減肢 你看每天都在跌 這也不對 也沒必要利空成這樣子啦 如果把減肢穿進去 它殖利率是15% 那你再跌下去 你現在快變16%了 你這樣對嗎 人家公司還說 明年一定要讓你分股利的 是不是 所以沒有那麼太委屈了 越是委屈告訴你股市 其實股價還有擅長空間 好這第二個 第三個我要講的是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這個新聞 我說為什麼這個台灣的 台灣的 台灣的股市還會上去 這很好玩 我們看這句話好了 顏比利說這句話 買方不追價 市價賣不掉 顏比利說買方市場慢慢形成 有沒有今天最新新聞 顏比利他其實看股市 看房地產蠻準的 我看他很多次 我喜歡看他的文章是因為什麼你知道嗎 肉依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就像你看分析室一樣 你不能每次都看空頭老師 你也不能看死多頭老師 姊姊也不是死多頭 肉依你聽得懂嗎 你是要看有的時候多有的時候空的 因為死空頭 還有時候是為了空而空 對 為了收會而空 有可能這都有可能的 或者他喜歡空而空 他覺得我要一戰成名 我要空 這是有可能的 是 以前投顧市場 有些老師是有這樣思維的 現在我不得而知 因為我們要對話入座 任何一個人 我們要攻擊任何一個人 可是有人做作就覺得 做作最簡單 我要做空 怕被人家罵 對 你聽得懂嗎 所以有些人是 永遠的多頭 有些人永遠的空頭 有些人是為了收會員而變多頭 或變空頭 對 這個都沒有意義 重點是真的方向在哪裡 好 所以顏比利講的話 他是很ok的 因為他講話蠻準的 他講不是多也不是空 好 就是看趨勢在哪裡 就可以敘述 買方不追價 市價賣不掉 那我聽起來 這樣是價格會 下去還是上去 下去 買方都不追價啦 對啊 市價賣不掉啊 賣方市場 賣方市場 而且我講過 我是講烏二戰爭的另外一件事情 我台北市沒有人敢買房子啦 嗯 是 我是這樣講 尤其豪宅 尤其西區那一部分 對 我是這樣講 我是一早 我講烏二戰爭就這樣子講對不對 對 那你看顏比利怎麼說 對 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好 來 你大聲說 Amy D認為 倒是烏二戰爭值得關注 過去幾年很多富人購買豪宅 作為資產保值 但是烏二戰爭告訴我們 買的再好再漂亮的豪宅 一顆炮彈下來就不見了 唯有政治穩定 才能確保房地產保值 那誰敢確定政治穩定 你這個嗎 現在還沒辦法 嗯 蛤 對啊 我買台積電的股票 你還可以賭一下 是 台積電至少 也好賣啊 你如果是對岸的 第一個好賣嘛 因為他烏二戰爭還講了兩三個月 是 講了至少兩個月 你懂不懂 講了好幾年 好 第一個好賣 第一個還會賣 還會開始 還會再開始 對啊 是不是 那第二個你覺得 你覺得如果你是對岸真的打過來了 你覺得他會打台積電的產嗎 不會吧 完全沒有好處 如果我供下台灣的 我把最值錢的東西毀掉了 先留下來 對啊 是不是 絕對不會打新竹 是 你懂嗎 好像不會打新竹 那問題是你說新竹現在房地很上去 可是台灣最貴的是在哪邊 台北市 台北市的價格如果下來了 或會被其他 其他就像台積電已經下來了 龍頭股本益比下來了 連發科IC設計本益比下來了 IC設計的本益比能提高多少 對 你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在西區這一塊 台北市這一塊就是西區這一塊 好歹人家不敢買 會多少影響 我要賣賣不掉 一顆炮彈打架 誰理你啊 對啊 是不是 所以我跟顏筆你講的話 是不是我無惡戰爭第一天講的 是 講過了 所以今年的房地產我沒有那麼看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好 你有錢還是可以買 用閒錢買 你知不知道 用閒錢買 那當然台北市 可是問題是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但是你為了要住宅 對 你想要住個有自己家的感覺 可是 如果你要追教 大可不必 因為台北市到時候部分會慢慢的賣壓 我就不相信一百個人有錢人 裡面只要一個人有錢人 你這樣想法 那就會下來了 是 你聽懂嗎 豪宅放在這邊要幹嘛 一個炮彈打下來就一模一樣 他跟我講的話是一模一樣 我在無惡戰爭第一天跟你講 我發展的話 我了解有錢人在想什麼 我了解真正的有錢人在想什麼 我不需要等年比例講 所以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那好了 那些人不會買會買什麼 買股市 是 你懂不懂 買ETF 他會分散資金 你買台積電也有 買聯發科也有 買台灣有時候就ETF 對啊 這些把它分散 就會有這些行為 你懂嗎 好那這些行為怎麼樣 房地產資金會來股市 所以股市另外一筆支撐 可是股市有另外一筆支撐 又怎麼樣 又有美元的強勢 又有一筆資金會出去 又有外資 因為政治動亂 二物戰爭流出去 所以今天股市很亂 有資金進來 也有資金出去 那又升息的資金 也有怎麼樣 台灣的升息怎麼樣 那今天其實外衛市場 我認識一些外衛教育員 他們現在最常討論的是 楊進龍到底是鷹的 還是 是來鷹的 還是來割的 是 是割吉拉 還是來鷹的 對 看起來我覺得是來鷹的 這樣不是罵他 對不起 應該這樣說 他應該是怎麼樣 鷹派 而且來鷹的這樣 好像人家陰險一樣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鷹派 是鷹派的一個 比較鷹派的一個人 好不好 就該升就升 沒跟你客氣的 因為台灣通膨很嚴重 的確很嚴重 這是事實 年輕朋友們好不好 我那時候跟你講 買房地產 你只要不缺錢 你該買就買 是 那時候還沒考慮二五戰爭 所以 今年房地產他會怎麼樣 會下來機率蠻高的 美國房地產已經是成泡沫了 是 那泡沫什麼時候 如果你有看大麥康 你有看大麥康那個電影嗎 有 到2006年就有人做泡沫了 對啊 到2005就有人做泡沫了 是 可是2006、2007呢 那個泡沫股市還漲了 對啊 從7000年漲到9807點 沒錯 所以你現在泡沫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現在美國房地產已經泡沫了 你心裡要告訴自己這泡沫了 好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股市的泡沫可能在三年內 他會爆掉 是 那可能這三年GAS你空單 所以你也不要這三年做股市的空單 好 只是你心中要一個週期 你懂嗎 美國 到時候我給你一些數據資料 美國的房地產已經有點泡沫了 對 美國租金大幅度上漲 好 到泡沫了 不過為什麼房地產長那麼兇 是看美國的房地產大漲 是 那如果美國房地產下來呢 那我跟你講 台灣房地產也會下來 加上地緣政治危險 加上台海危機的危險 只要是100個人 一個人他不願意 就是他不願意就是說 我要一顆泡沫打下來怎麼辦 他不願意買台北市的房子 那房地產就會有壓力 你聽懂嗎 100個人平均100個人有一個人 那就會追加意願就低了 你懂不懂意思 所以這個邏輯很重要 我要跟你講是房地產 先講中長期短好了 好 三年內我覺得房地產會有一個大空投一個回答 是 記得一件事情 是一個超大空投回答 是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你去看美國的房地產就知道了 這個我怕講太多了 你聽不懂 可是 至少現在高 至少現在高端的人士 他不願意買台北市的房地產 是 他會考慮 他會考慮 好不好 這個內容做得很快 是更大 二戶戰爭一定會影響到 所以為什麼 一個極權政治只要一個人 對岸只要一個人 高層只要一個人不高興 對 習近平主席不高興 想要打仗 那其實很簡單 你隨隨便便你可以回掉你所有的房子 好 你懂為什麼 我講的是務實的東西 這就是極權政治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習主席應該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 什麼事都很難說 就像人家覺得 你普丁打這個對你有什麼好處 照打 只是跟你講這東西 所以對房地產會最嚴重影響 所以房地產的資金會來台灣 會來台股 但是也會外流 所以這為什麼是台幣也會怎麼樣 也會加速貶值原因之一 有沒有發現到二戶戰爭貶值 不是外資理由 而是有一些負商的錢 本來parking在台灣 我現在parking出去的 是 這樣懂嗎 這邏輯要懂我的思考 講大盤 因為今天講大盤講蠻久 我們開始講股票了好不好 好 我覺得不錯 大家有學到一些東西的好不好 是 疫情會擴散喔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啊 今天就是那個 董事長今天綠能股表現還不錯耶 5309系統店上漲超過4% 系統店看不出來嗎 就是要準備噴出去的 那明天還有亮書 明天為什麼亮書 因為明天休息四天 第一個 那個 本來 清明時節雨之紛紛 陸上行人欲斷魂 那個好像下一句是什麼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咬子姓花村 大概這樣 大概這幾句 我不知道我們要把它全部背起來 借問酒家何處有 是 牧童咬子姓花村 那時候我在2020年發明這首詩叫做 牧童咬子 12682 對對對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咬子12682 那時候講12682 全部的網友都做梗圖 12682都諷刺我 很多 完全諷刺我 到現在還留情那梗圖什麼 我在823點認錯 然後就拉起來了 胡扯一堆 我在823 我在1萬點給你認錯 所以我只要你用你加碼 是 網路上的梗圖都莫名其妙 可是我沒關係 我不在乎 反正對就對錯就錯 好 反正你久 雖然三人成虎啊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還是怎麼樣 面對這一切 你久就知道我的預測能力 為什麼劉仁英董長 跟我看法不謀而合 為什麼言秉立的看法 跟我不謀而合 而且這些東西我的看法 我比他們領先公開講的 講在前面好幾個月 對 你要想看為什麼我有這能力 為什麼我有這能力 我的邏輯能力 我天分已經被訓練到 尤其他家先天的天分 已經被訓練到 跟人家完全不同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今年還是會怎麼樣 缺電題材 這個不能改變 明年還合一合二 要處理 天啊 我在想政府到底明年處理 他們要怎麼辦 沒什麼 真的啊 我真的沒辦法想到任何辦法 那5%的缺口太誇張了 對 所以你說缺電題材 系統電會噴出去 好不好 那中興電 我還等他回檔 沒有回檔呢 沒有回檔我就不買了 今天有點高 今天代表資金 創新高拉回 創新高拉回代表資金有些怎麼樣 可是今天還是漲還不錯 是 所以今天系統電還比較強 嗯 如果我是中食物大戶 我會去拉系統電 是 線型更漂亮 是 我先突破這一根新高嘛 明天再拉 去怎麼樣 突破這幾個新高 你知道 對 再拉一根 整個怎麼樣 是很漂亮 不要到時候重播一模一樣走勢喔 有可能喔 這不是不可能喔 好不好 因為現在大會都是在拉 拉線型漂亮的 你不要去追啦 現在元太我少賺了 我也沒怎麼樣啊 行為也少賺沒怎麼樣 他強任他強 清風否三甘 現在就是這樣子 股市就是不好做 所以你不要覺得 哇我在哪 為什麼你看喔 今天如果3675 德偉 今天去追 昨天是不是創新高 對 昨天暫停 今天去追 今天開盤還333呢 對 那你追會比較開心嗎 嗯 完全不開心 你跌了快一根 333這邊啊 你跌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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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跌低 最低快跌停板 差一檔跌停板 對 所以現在就他強任他強的股市 反正你知道它是一個大區間整理平台 兩萬點我目標價 我有沒有要提高 所以那些外資喔 看到我講兩萬點喔 我看到很多人講兩萬點 兩萬一兩二 我就覺得笑話一個 股市這樣喊的是不是 嗯 莫名其妙齁 所以我跟大家講 股市不能這樣喊的齁 我覺得外資分析師 真的比較少做股票啦 好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頭長 你說 好 外資買差24億 那外資買差24億怎麼看 因為最近最近 國際股市不弱嘛 好不好 你繼續說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頭長因為剛剛講到綠能 那同樣這個五虎降 安吉6477 那後續走是怎麼看呢 因為我看他最近 雖然大盤一直在震盪 但是他還是維持在高檔 我覺得中興店跟系統店 如果還漲的話 代表 那個市場大戶是買單這個 他就像元宇宙題材一樣 而且他比元宇宙題材更有料 更有幾分 而且他比之前的那個 比如說 那個風力發電更有料 為什麼 因為風力發電是政府要扶持的嘛 對 那這個是不得不怎麼樣 一定要的 不得不買 不得不扶持 是 你聽懂嗎 不然沒電啊怎麼辦 對 沒電了怎麼辦 你聽懂意思吧 所以安吉他也是有機會噴出去 安吉也賺錢 安吉這邊很可惜 2 4 6 7 根 黑K 下來了 到第7根了下來 可是這邊下來以後再上去了 再上去我跟你講 雲彈風輕 代表這邊爆大量五萬多張 我輕輕鬆鬆用一種長紅K的方式 就擊破他 安吉不是不可能喔 我跟你講喔 到時候 閃停板 這麼粗 這個居然沒有實框 等一下喔 再來 安吉他說 哇塞 這麼粗 有沒有可能 這不是不可能喔 這也是有可能喔 好 噴出去剛才講 播重播跟你講 百分之八七下 就像今天87粒一樣喔 所以安吉還是有機會再噴出去 所以不論是安吉還有什麼 系統電都有機會 好不好 啊脖子有人說 頭上你沒講你今天講一下 啊脖子就在這邊區間整理平台 有什麼好講的 是 就還賺錢中啊 你喔同朋友也喜歡我講也沒關係喔 有的 我剛才講的嘛 你這疊得太委屈 也沒的意義啦 好不好 今天就慢慢漲 今天慢慢漲 台積電一樣 台積電就今天慢慢漲 台積電喔 我跟你講六百元以下是怎麼樣 好買一點 那六百元以上呢 我會建議你最好 最好是 如果你台積電你怕他 漲破七百元甚至八百元對不對 對 你最好翻是肉影要怎麼做嗎 嗯 假設你本來想要 你假設你就是說 你本來想買個三張 你可以買四張 對 五張 你聽懂嗎 三張你可以買四張 那買個三張你再多買一張怎麼樣 或多買兩張 三張你可以買成五張 你喔在六百元以下台積電 好你用力買 多買那兩張 到六百元以上的時候 你刺激把它減碼 喔 今天就是做個區間 你聽懂嗎 是 啊這下去六百元了 再買兩張 不易樂乎 你懂啊三張就放長期了 是 你知道嗎 我已經教你教法了 教你做法了 不要說我沒有講 那二六一八 今天三點是殘隆的法說 是不是 是 那三點殘隆法說 怎麼要看 因為現在還沒三點 我們要跟你講 那今天外資又買超了 那我們看一下投信 投信 投信也買超五億 投信已經買超連續三四天了 斷了三十六計以後 連續三十六天買超 又開始正式怎麼樣 呈現攻擊的態勢 也不錯 就像我講的 很多人現在還是怎麼樣 你不能有錢人 或者是說一般的小資助 都會 什麼投注在 台灣五十啊 0056啊 這些資金會遠遠不絕的 拉起台股好不好 2618長龍航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後疫情時代 人家劉等英都暗示你了 你覺得劉等英沒有影響力嗎 之前政府 一直不想買疫苗 以前那時候BNT 是 郭台銘董事長講的沒有用 可是劉等英董事長呢 一暗示一刷買 馬上通過 所以我相信政府會聽劉等英董事長講的話 他會覺得他比較公正 你聽得懂意思嗎 了解 畢竟是人家講一句話 勝過我講一百句話 雖然我也算 社會上有名人士 可是跟劉等英一比 還是不太有名 我講話很實在 所以劉等英一講話以後 可能怎麼樣 大家就怎麼樣 會覺得說 是不是要開放邊境 那這時候長龍航會不會有機會 有喔 今天他應該要漲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股也是一樣 今天台股漲什麼 031 漲金融股票 25年來的新高 這很特別 那會不會再漲 有機會 可經常漲漲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你不要追高 他會輪流動 像最近漲什麼的股票 漲永豐金啦 為什麼 因為永豐金第一個便宜嘛 你懂不懂 第一個便宜 第二個便宜 第三個還是很便宜 人家十幾塊沒有你怎麼 真的 那這些都已經在泡沫了 比如說我們在討論什麼 趙豐金 我們瘋根股市福利市 你要訂閱我們頻道好不好 我們兩個這種節目 為什麼我說這個便宜 為什麼因為這個是史上 至少在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 那個縮表 縮債 縮表 縮債 縮債就是減少購債嘛 現在減少購債已經結束了 減少購債就是不要再減少 丟鈔票 減少印鈔票 對 然後又升息 然後又怎麼樣 又縮表 對 又縮表 縮表就是說 我不只印鈔票 我還回收鈔票 回收鈔票就算了 我還升息 第一次在這樣子 在一年之內做這麼多事情 而且升息又升得又快又猛 還有人說盡量要升息10碼 對 投資料如果升息10碼 我跟你講如果升息10碼 我認為楊金龍喔 今年喔 至少 我認為 嗯 至少會升 再升兩碼 是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再至少再升兩碼 喔 不會像說高盛 好像只有升那個 0.625 大概升兩碼半而已 對 我就會升 我就會升至少 0.75 今年整個起來 0.75% 注意一下 那時候房地產就會有點壓力 可是房地產的壓力 從頭到尾 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我 風行浮世 也交了我滿多 因為我們單製作人 肉眼單製作人 我們大家其實在討論的時候 會很腦力氣大 會發現到 其實房地產的下滑 其實 跟利率沒有關係 是 跟誰有關係 跟股市有關係 只能說 你聽得懂嗎 那你要說 投贊那你來說三年內 房地產會大幅回答 所以股市三年內 也會大幅回答 投贊的股市三年內 股市三年內大幅回答 我不敢買股票 那你人生不覺得這樣 有點悲哀嗎 你一百年後你會被死掉 回来那你都不要做股票 每天才能干就好了 是不是 不要这样想好不好 不要这样想好不好 所以我教大家逻辑思考 来我们来看 袁泰也有跟大家讲的 然后联电呢 这边也不必 联电也不必看啦 联电这边就五十块以下 那昨天台积电 ADA很特别喔 因为他讲的这些话 也要说成本大增嘛 ADA跌很多 是不是 跌2点多% 那头边有 肉眼看一开盘台积电涨还跌 是涨的 是涨 对 是涨 所以代表国外对台积电 一些国外的散户对台积电 还是有一些恐惧卖押 是 可是台湾这边本土的法人 或外资或散户 对台积电卖押已经逐渐减少了 嗯 你听懂吗 这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思考好不好 之前ADA跌很凶 这很重要喔 这跟之前不太一样喔 那台积电也是一样 600元一下就赶快买啦 好不好 不要错过600元你又怪我 那很多朋友说 然后突然杨明怎么看 杨明我就说四个字啦 不论是杨明万海或贵三权就是四个字 什么 四个字都已经对不起了 随什么 随 随手吗 不是随手关门随手关灯吗 不是 想到这个 随什么 随波逐流 是 随波逐流 跟着大盘一起 大盘展 你看今天说要报复性什么反弹 运家报复性反弹 因为到时候 恶物战争本来要停 本来运送的到时候一起送嘛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长 以前他就长上去的啊 随波逐流所以没什么要讲话 什么叫随波逐流 就行情好的时候他就上去 行情不好的时候下去 他也不会再突破新高 突破新高的几率很低啊 一常随这一块 这样懂吗 我都讲得很清楚 常常这个 这边171 很难再突破新高啦 我不会说不会 我会说极难啦 好不好 极难 我会说很难啦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讲 不论对我说一切就预告前面 也就是股票 万论 讲一阵子 万论其实这边不应该跌 因为前阵子他最抗跌 好不好 那三五四五敦泰 也就是旧股票 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平 敦泰绿K很多啦 可是我觉得 说不定 连勇啦 三五什么三五四五四 三五零四 不是 连勇 像最红的股票居然忘记他名字 3034 我觉得 对员工这么好的公司 这家公司长期还是有竞争力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讲 最后我要是跟大家讲 恭喜恭喜 我今天有发简讯 3675 你说德伟是创新高对不对 对 还是股票很漂亮嘛 那419 4991是 德伟那个 新唐 新唐 4919 这股票你看一卖以后就连续两天黑K 是谁卖的 台胜科呢 是谁卖的 同样我跟大家讲 我说你现在有房地产资金 你不如来入股市 我都告诉你今天房地产的危机是什么 其实这个也跟你讲 那后疫情时代 到时候解封之前 完全线解封之前 台湾可能会大量的人得的疫情 可是不用担心国外都这样子 这个到时候反而 反而有利于股市 股市不愿意疫情反而上2万点 可是 反而有钱人在疫情在家里 成交量会滚出来 中小型个股会喷出去 所以第2季到时候会很多中小型个股 全面喷出去 虽然已经投进结完战了 成交量要串今年新低 可是我预期 不久未来成交量会稍微拖出来一些些 因为疫情会扩散 所以第2季会涨一些中小型个股 你不要错过 欢迎来年恰情 08166 8085 你错过第1季 很多台胜科 新唐 这些德伟股票 你不要错过第3季 那些什么 小台胜科 小新唐 这些概念股 欢迎来小请 08168 085 080 085 去想看两者分析 记得 按个赞 拜托一下 按个赞 记得要按个赞 谢谢各位 欢迎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下小铃铛通知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可以拨打专线 080066 8085 荣耀华尔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大变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 都不是 LINE 小组 S178 Teregram 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Teregram 私人账号小组 S178 178 注意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最后是赞的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 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